很可爱的妹妹会把我当作正常人对待 她会偷偷来医院看我 甜甜的喊我哥哥 可后来爸妈告诉我 妹妹一直在遭遇校园霸凌 每天都被人虐 取乐 而那几个霸凌者还笑嘻嘻的说 我们都是未成年 你们能拿我们怎样 文言我也跟着笑了 我不光是未成年 还是版本涕零 再次见到妹妹的时候 她刚做完手术 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房里 浑身上下插满管 带着呼吸面罩 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需要继续观察 爸妈告诉我 妹妹刚送到医院时 失血过多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医生说 妹妹的伤势很严重 骨膜穿孔 视力受损 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 下皮还有撕裂伤 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玻璃茶 妹妹实在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 选择了割腕 更过分的是 她身上布满了被人长期虐待后留下的痕迹 不光有青紫色的鱼青 还有被烫出来的烟巴 以及用小刀刻出来的伤痕 基本都集中在胸脯 大腿内侧这些敏感的位置 爸妈还给我看了一段视频 是警方从那些霸凌者的手机里找到 视频里 妹妹蜷缩着躺在厕所肮脏的地板上 她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人扒光 扔到了旁边的蹲坑里 领头的名调李千千 蹲在妹妹面前揪着她的头发 随后她掏出一把美工刀 奔赴另外两个按住妹妹的身体 那两个不顾我妹妹的挣扎 硬是掰开她的双手 李千千千放肆地大笑着 用美工刀划开了我妹妹的皮肤 在她胸前 刻下了血淋淋的两个字 我妹妹挣脱不开 只能发出一阵绝望的说 李千千甚至还故意让我妹妹比出噎的手势 自己凑到镜头前招呼其他人帮她合影留念 像是在炫耀战机一样 我妹妹只能羞耻地别过头 止不住地戳气 李千千还嫌不够 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啤酒瓶 求你了 不要 李千千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砸死了啤酒瓶 伴随着一声尖利的残叫 我眼里就只剩下了一片心炉 我妈妈只看到一半 就忍不住右眼面哭泣起来 他们还那么小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爸爸告诉我 李千千那群人走后 妹妹就割腕了 幸亏被其他同学发现得及时 才勉强抢救了我 通过学校的监控录像 警察很快就查清了原因 可当我爸爸在派出所见到那几个时 他们都是一副嬉皮笑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对于霸凌一事 他们当场就承认了 至于霸凌的原因 想让他在考试的时候传达案 妹妹没同意就被李千千 但是是何时修理的一顿 因此 考试的时候李千千自己准备了小抄 但没想到考试结束后 被年级主任检查监控时发现 不光考试成绩清零 还被他妈扣了一大笔零花钱 李千千气急败坏 认定告密的人就是我妹妹 于是就又把我妹妹拉进了厕所 谁让他喜欢嘴贱 活该 我就应该把他的嘴撕烂 我爸爸听到这句话 戏谑上涌 忍不住就想冲上去揍人 却被警察抱住 这位家属 请你先冷静点 你要是把他打伤了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其中一个家长附和道 就是在派出所 还想动手打人 我看你们当家长的也不一样 难怪全班人 就你们家孩子受欺负 赏良不中下良外 我爸爸没办法 只能先咬牙忍下这口气 李千千有恃无恐 嘴角续着嘲讽的微笑 不懈地看着我爸 另一个家长拽了拽自己孩子说 行了 你们几个赶紧先给人家报个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那三个相互看了一眼 憋着笑说 对不起 我们知道 错了 保证下次不打他了 然而道歉的话刚说完 那三个就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 李千千更是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 用口型无声地对我爸爸说了两个字 傻叉 我爸爸实在忍不下去 只是拳头就朝李千千冲了过去 警察眼疾手快 将我爸爸架在中间 死命拦住他 李千千闪身躲到家长身后 朝我把逼了个中指 警方担心事态会进一步加重 只能暂时先中断谈话 从派出所出来后 我爸爸就来到精神病院将我接了出去 自从四岁那年 我世俗戳下幼儿园的同学后 我爸妈带我去了趟医院 随后就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和幼儿园不一样 每天都要吃好多好多不同颜色的药 听完爸爸的讲述 我天真又困惑地说道 他们这样伤害妹妹是不对的 以前在精神病院的时候 护士姐姐就是这么告诉我 今天叔叔不管吧 爸爸沉默片刻 告诉我说 那几个未满十二周岁 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顶多就是训诫和心理辅导 我低头掰着手指算了算 我跟妹妹同理 同样未满十二周岁 一样的情绪开始在我心底蠢蠢欲动 那我也可以对那些人做同样的事 还不会受到惩罚了 在我无比憧憬的目光下 我看到爸爸点了点头 只不过爸爸反复向我强调 只能对伤害妹妹的那帮人动手 我忙不迭地点头 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兴奋得几乎要疯掉 这时妈妈打来电话说妹妹醒了 我和爸爸连忙赶回医院 我妈妈被气得直掉眼泪 你们这些老师怎么回事 不去追究施暴者的责任 反而来为难我们受害者 你这话说的这怎么能叫为难呢 学校也是为你们着想 那个班主任恬不知识地继续说 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学校的声誉 再这么闹下去对大家都不好 你仔细想想 等杜向阳出院肯定还要回去上学吗 你现在继续无理取闹 以后哪个学校的老师还教你这家孩子 听到这番话 我妈妈也不禁犹豫起来 班主任见状 立即向前拉住我妈妈的手 逼着她在谅解书上签子 你们放开我老婆 爸爸大吼一声 冲上去一眼让班主任踹翻带铁 你这个家长怎么还动手打 班主任痛苦地捂着肚鲁 朝身边的几个男老师使了个眼泽 很快 那几个男老师冲上去控制住我爸 班主任和另一个人则是抓着我妈的手 逼迫他继续签子 朝阳 快去帮你妈妈 爸爸焦急地向我大喊道 这帮人跟欺负你妹妹的人一样 都是坏人 听到爸爸的话后 整个不时兴奋起来 我抄起一个空落的书页笔 整个砸得起 一下就砸到他满脸是血 还还不止 虽然我年纪不大 但发育得很好 根本不像同龄人 而且在精神病院的这些年 为了缓解我内心的冲动 我一直在练习反打 不等班主任反应我 有一拳打 哈利 然后踢在头 对着他的脑子 在他满嘴冒险 直翻白眼 那个班主任看清我是个小孩子以后 争鸣地骂道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 我冷坑一声 又揪着他的头发 不断把他的头墙上撞 一时间周围的人都被我的架势吓了 直到班主任开始浑身抽搐 医院的保安才扑上来 将我从班主任身边拉开 我爸趁机挣脱开那两个男人的控制 护在我和妈妈身前 都赶紧给我滚 不然我今天就弄死你们 剩下的那几个人扶起班主 一句话也不不说 连滚带爬的跑了 等到走廊里重新恢复平静 妈妈带着我去看望妹妹 尽管妹妹已经醒了 可她的身体 太过于虚弱 只能探望一小段时间 见到我妹妹落下眼泪 微弱的喊声 哥哥 我轻轻捏着她的手 在过去几年 我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 爸妈因为工作忙 往往节假日才能抽时间来看望我 只有妹妹几乎每个周末 都会跑来精神病院找我 她会给我讲述在学校里的趣事 想尽办法逗我开心 还说等我的病好了 要带我一起去游乐园 可如今她躺在病床上 嗓音颤抖地说 哥哥 他们一直欺负我 我去找老师 他却还批评我 说是我的错 哥哥 我好想死 我握住妹妹冰南的手安慰的 这些哥哥都知道了 你放心 有哥哥在 不会有人在欺负你了 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我天生患有情 遭遇 只有天真可爱的妹妹 会把我当作正常人对待 她会偷偷来医院看我 甜甜地喊我哥哥 可后来爸妈告诉我 妹妹一直在遭遇校园霸凌 每天都被人虐待 羞辱 取恶 而那几个霸凌者还笑嘻嘻地说 我们都是未成年 你们能打我们怎么样 文言我也跟着笑了 我不光是未成年 还是版本涕零 这天晚上 一段采访视频 突然冲上了本地新闻的热搜 接受采访的正是妹妹的那个班主任 她光秃秃的脑袋缠满绷带 装出一副可怜兮兮又刚正不恶的姿态 对着镜头大放厥词 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尽职尽责 学生之间也互帮互助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霸凌现象 只是有个别学生和家长态度蛮横 甚至还动手打人 故意抹黑学校的声誉 同时我在这里代表学校 故意大家不传谣 不信谣 校方将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在那条采访视频的评论区 置顶了几条热门评论 老师说的对 这些没有素质的家长就应该都抓起来 相信老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处理 有些个别学生就是蛮横无理 先生的 我爸爸看完那条视频 脸色阴沉 他走到外面打了几通电话 随后开车带我赶往另一家医院 我们刚走到病房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班主任的声音 哎呦 别提了 那个小家伙割案 他竟得老子找麻烦 班主任举着手机不耐烦的骂道 下个月我就要升主任了 什么时候不行 天天挑这个时候 真是气死我了 班主任缓了口气 继而得意洋洋的说 不过我找了个记者朋友 让他帮我做了一段采访 肯定能把局势控制住 等那个班主任挂断电话 飞起一脚直接快到了地上 班主任惨叫一声 我抓起他的手机 一下又一下的砸在他里面 直到手机屏幕被砸碎 班主任裹着绷带的脑袋已经满是鲜血 他会有不得口天脸头咬 大喊着自己要被打死 可我没有丝毫感觉 只感到一阵爽快 我揪着班主任头上的绷带 不顾他的反抗 将他拖进了厕所 班主任狼狈地摔到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我拽住他的一脸 把他的脑袋按到了小便池 那个小便池已经堵住了 蓄满了一滩黄褐色的液体 听说你刚刚骂我妹妹故事人 我用力按着班主任的脑袋 让他整张脸都浸泡在小便池里 刺鼻的腥臭液体瞬间灌进班主任的口 让他不断争扎 爸爸在旁边目光冰冷 顾帮护助是吧 班主任说不出话 只能无力地挥舞着双手 爸爸朝我示意了一下 让我稍微放松手上的力 班主任瘫倒在你旁边 指不住的干傲 我用鞋底踩住班主任的手指 像踩指马一样不断的拧动他 班主任痛得说不出话 只能抱着我的腿 咬情痛苦的疯狂摇头 等我挪开脚时 班主任的几根手指鲜血淋漓 他哆嗦着跪倒在我脚面 不停向我磕头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有点不知所措 在精神病院的时候 护士姐姐告诉我 对方道歉的话就不能再打了 爸爸面无表情 只是淡淡地说 完了 我脸上带着扬起满足的笑容 原来班主任道歉也没用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踩断卫生间里的拖把 卯足了嘴一下一下 扔在班主任的脸上 很快班主任就被我打得敌青脸嘴 满脸血污 只能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 我听不清的嘴 但我总觉得这样还是有点不坏 于是我硬掰开班主任的嘴 让他咬住大理石窗台的边缘 然后一顿敲在他的后面 班主任的牙齿崩溃于地 满嘴鲜血直流 你明知道那些人欺负我妹妹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管 明明我妹妹才是受害者 你又为什么骂她 难道我妹妹活该被人打吗 我跟你呢 说话 班主任跪在地上气不成声 不是的 这都怪我 是我不该对那帮人放任不管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冷静一声 最后抡起一棍子抽烦了 记住 我刚才敢骂我妹妹 临走前 我爸爸走到班主任身边 低声跟他说了两句 说话时还不停朝我这边看过来 然后班主任眼神惊慌的 向我盲目的连连点头 我只隐约听到了几个词语 什么精神病 未成年 别乱说话之类的 通过班主任 爸爸拿到了那几个学生的详细资料 除了领头的李千千 另外两个参与霸凌的分别叫赵月和宋瑶 他们为了讨好李千千 邀功一样凌辱我妹妹 还有负责在旁边录像的是个外校的男生 叫陈龙 听说他是李千千的小男朋友 已经不上学了 整天在外面游荡 爸爸将这些人的信息 转告给了他的几个老朋友没过多久 爸爸接到一通电话 找到那个叫赵月的人了 我们赶到的时候 赵月正站在KGB的包厢门口 满身酒气 举着手机在打电话道歉 我凭什么要去给那个人道歉了 他一脸的耐烦 破口大骂 我没弄死他就算不做了 还要我去道歉 他语气轻蔑 看他那个样吧 整天就知道装可怜 看着就来气 行了 你们自己去 等赵月挂断电话时 上去一天在他身上 赵月嘴叫一声 结果我踹进了包厢 包厢里还坐着两个男生 站起身骂了 好 我把抛起茶几上的啤酒瓶 敲在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头上 我轮起烟灰光砸在另一个男生的脸 那两个男生自是哀嚎着倒在地上 却不停地往外冒 谁敢乱动 我就弄谁 赵月被打猛了 你谁啊 有一巴掌握在他脸 我是你爹 我天生患有什么 遭遇科老子生活者 当做正常人对待 他会偷偷来医院看我 甜甜地喊我哥哥 可后来爸妈告诉我 妹妹一直在遭遇校园霸凌 每天都被人虐待 羞辱 取恶 而那几个霸凌者还笑嘻嘻地说 我们都是未成年 你们能打我们怎么样 文言我也跟着笑了 我不光是未成年 还是 我爸眼神冰冷地看着赵云 他好像认出了我爸 低脸嚣张地骂道 来 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不然以后我接你女儿一次就打他一次 来之前的路上 爸爸已经叮嘱过我 只要别闹出人命 别的都可以 我揪着赵月的头发 赵月的脸左右开弓 拧伤了十几个耳朵 赵月的脸肿得像猪头 目光呆滞 嘴角慎醒 知道错了吗 他勉强睁开眼 我错 你嘛 我脱下身上的衣服 包裹住啤酒瓶 砸碎在地上 赵月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后 我左手用力掐住他的肚 右手将衣服里的啤酒瓶碎片 一股脑全都塞进了他嘴里 又用衣服 照着脸猛扇了一颗 赵月的瞳孔骤然紧缩 脸上的五脸有巨到一起 嘎的一声 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 我揪着他的头发又问了一遍 错了吗 错了错了 我仰手又抽了一巴掌 错了 他愣了一下 委屈巴巴地说 哪都错了 我明笑着摁住他的脑 血肉模糊 就像他曾对我妹妹做过的那样 最后 我踩着赵月的脸 下半辈子 他应该再也干不了坏事 希望他能长点心 以后乖一点 我要随便欺负人 离开KTV之前 爸爸通过赵月的手机 给其他几个人发了张 问他们在哪 宋谣说他在夜店蹦迪 陈龙在黑网吧包宿 李千千没回复 当我们赶到时 那家夜店刚刚散场 宋谣打扮的花枝招长 已经喝得有点站不稳了 他举着手机点开 欺辱我妹妹的视频 跟旁边的朋友炫耀 你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活该被打 视频里我妹妹跪在地上 宋谣一脚就踹在了他身上 旁边的人附和地笑着说 姚姐 看不出来你是真敢下狠手啊 宋谣双眼迷离 趾高气扬地炫耀 这算什么 等他回学校 我把他叫出来 让他在你们面前跳脱衣舞 哈哈哈哈 还得是我社会姚姐 太牛了 走啊 咱们转个场继续喝 但其余几个人都白手头 不行 太晚了 我们得回家了 你们真没劲 等那几个人走后 宋谣一个人继续在马路上游马 我和爸爸跟了他一路 走到一个昏暗小巷口的时候 我快步上 从拽住宋谣的衣领 一脚将他揣进了形象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捡起路边的 这样砸在了他脸上 宋谣爆发出一声惨叫 他在地上打滚 你谁啊 找死了 我又是一板砖砸上 陆向阳 知道吧 我是大哥 宋谣酒醒了一大半 沾满洗的脸上露出一丝慌张 你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欺负我妹妹的时候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宋谣没搭话 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也想开心一下 你可以暖住我吗 我还撤了 你痛了神经病了 我笑识一下 他说对了 我还真是神经病 但我没理 我必须一板砖拍着 陆阳哀嚎一声 牙齿混着血水 从他嘴里流出来 我先不过眼 又接着拍了好几个 他藏着人堵的摊在这里 哭着求饶说 小九你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杜向阳了 跪下 他迟疑地看着我 看起来不太情愿 听不懂话呀 我抄起路边一根手臂粗的木骨 砸在宋瑶身 这下宋瑶老实了 既然想认错 那就得有个认错的态度 你不是很喜欢扇别人耳光吗 来 自己扇自己耳光 扇多一百个 我就放了你 宋瑶犹豫片刻 还哭着局气 一下一下地扇在自己脸上 我一脚踩 身上 就扣了他一巴掌 没吃饭了 用点力 宋瑶只好夹住手上的力道 听命扇自己耳光 到扇自己啊 认错的话呢 宋瑶一边扇一边 给你掖着哭道 我错了 我该死 应该随便欺负别人了 活该被打 活该挨揍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精神 我已经扇购一百下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冷冷地瞧着宋瑶 我妹妹向你们认错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 宋瑶短暂地愣了一下 眼神多闪 不敢说话 我戏谑地说 刚才你扇的时候我没数 你重新再扇一遍 宋瑶终于意识到 我是在戏耍他 眼睛立即变得争鸣起来 嚎笑着大吼 我炒你马了 有本事你今天就弄死我 我也没跟宋瑶多废话 捡起一块砖头 直接将它抡翻在地 自心里 对着喊叫声响彻折 一步达到整条胳膊 拧鱼便行 我才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宋瑶趴在地上 像条死鱼一样 已经腾晕过去 但这还没完 还不够 这些还不够 要不是爸爸在旁边拦住 我不敢想象自己 接下来会做什么 解决完宋瑶以后 我的精神还处于 极度亢奋的状态 爸爸带着我赶到 成龙所在的那家黑网吧 在最里面的包间 我找到了嘴里叼着 烟正全神灌注 打游戏的成龙 嗯 我天生患有抗症 遭遇可好生活症 只有天真可爱的妹妹 会把我当作正常人对待 她会偷偷来医院看我 甜甜地喊我哥哥 可后来爸妈告诉我 妹妹一直在遭遇校园霸凌 每天都被人虐待 羞辱 取问 而那几个霸凌者 还笑嘻嘻地说 我们都是未成年 你们能打我们怎么样 文言我也跟着笑了 我不光是未成年 还剃铃 她像是在跟朋友 连麦洋洋得意地说道 那个小妹妹在医院呢 等她出来了 我一定要把她办了 你是不知道 她身材可好了 特别有料 等回头我给兄弟们直播 哈哈哈哈 我走到成龙身后 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谁啊 我二话没说 撈起旁边电脑 直接扇住她脸上 成龙被扇门了 我摁住她的脑袋 不停地往桌 砸了几下 成龙满脸是心 你满了隔壁的 有本事松开我 你属于啊 特么的找死是吧 成龙表情很厉 我抬车 用手抖在成龙脸上 她的声音 一鼓硬声断裂 我是杜朝阳的哥哥 杜朝阳 接着衣服 别在成 我妹妹被拔凌 你好像很开心 成龙嘴里挖挖的 往外冒起 牙齿被我打断了好几根 却还在叫嚣道 你妹妹本来就是糟 天天就知道装够了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把他给弄了 行了 我看你怎么弄 我揪着成龙的头发 一次次的抬起细 他的领上的血润 起初成龙还一直在骂 但很快他就声音的开始认错 求我放过他 这么快就疯了 我还是喜欢你这药不许的样 我把他像烂泥一样甩在地上 然后抬起脚 对准他的下巴 疼疼惨 成龙爆发出一声哀嚎 没几下就晕 爸爸在旁边点上一根烟 深吸了一口递给我 我接过燃着的烟蒂 扒掉成龙的裤子 你的眼神注视 我拎起钢制的以后 我对着他们砸了下去 或许是我在包子里弄出来 动静太大 网管打电话爆了 警察叔叔很快点到了现场 将我和爸爸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恰好还遇上了赵月和素描的爸妈 那两个屁孩都被路人送进了医院 此刻应该还在抢救 警察叔叔通过调查 查到了将那两个小屁孩折磨得半死的人就是我 你这个狗东西竟然感动我女儿 赵月的爸爸冲上来就踹了我一脚 所以我惯着他 赶手一脚 满足冒险 两个警察都没拦住 我把他按在地上 罩准时就是一顿猛状 我被拉开以后 赵月妈妈大吼 他这样打人 你们不管吗 就把他抓起来 警察叔叔看了眼我脸上的伤 淡淡的 你们这属于互殴 而且人家小孩都未满12岁 要不你们待会儿留下肚子笔墓 赵月妈妈有钱拿我没法 索性坐在地上撒破打鼓 还有没有天理了 我那可怜的闺女被打的 连妈妈都认不出来了 警察叔叔脸色阴沉 语气严肃的训斥的 这里是派出所 不是你家 他又问我爸 知不知道我干的那些事 我爸爸表情沉重的点头说 是没拦住 我没拦住 你这是来了吗 你们肯定是因为之前的事 报复我们家孩子呢 未成年了不起吗 未成年 我也要把你送进少管所 管你个三五年 这时 我爸从包里掏出一达文件 递给警察叔叔 等看完文件上的内容 其中一个警察又去确认了一番 随后回来告诉那几个小屁孩的爸妈 我患有严重的精神类疾病 宋谣爸爸愣住 那他会怎么样 我们会请专业的医生 重新进行鉴定 结果无误的话 由于对方是未成年 再加上患有精神类疾病 我们会给对方于训解核心理治疗 警察叔叔说完看向我爸爸 我冲道 当然 你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治疗的相关费用 我爸爸笑着 没问题 那不就相当于一点惩罚都没有 宋谣的爸爸急了 我目光冰冷的看着那些人 当初我妹妹被欺负的时候 他们毫不在乎 现在轮到自己的孩子才知道难受 鉴定结果出来后 我被判定为无名是行为能力 只被要求定期去医院治疗 赵岳的手脚筋被我扫断以后 干不了重活 相当于半个废人 宋谣的一条胳膊肺 脸部毁容 整天哭嚎 陈龙的肋骨断了好几根 下半身受损严重 只能被迫切除 那几个家长有情 我家切齿 却无可奈何 后来 我没事就拎着菜刀去医院转悠 吓得那几个家长再也不敢叫嚣了 再后来 我爸爸将那几个小家伙 霸凌我妹妹的视频发到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每天都有人给那几个小家伙送花圈 寄刀片 往他们家门口扔死老鼠 那几个小家伙承受不住 听说全家搬到了别的城市 妹妹班主任在医院威胁我妈妈的情形 也被路人拍到上传到了网上 班主任被学校果断开服 后续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至于霸凌我妹妹的罪魁祸首李千千 她失踪了 在我被放回去的第三天 警察叔叔又找到我 问我知不知道李千千的下落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李千千的爸妈都疾疯了 在派出所里对我又是赔礼又是哀求 甚至跪在我面前唾着说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好好教育李千千 你高抬贵手放了我们的女儿 可我还是无动于衷 坚持说自己不知道 警察叔叔没办法 只好先将我放了回去 回到家以后 爸爸也问我 朝阳 你真的不知道李千千的下落吗 我避开爸爸的目光 沉默半生 摇了摇头 爸爸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收回视线 没有再说话 等到深夜爸爸睡着以后 我偷偷溜出家门 来到一片烂尾的别墅去 在其中一栋别墅的地下室 我见到了被绑在椅子上的李千千 过去的几天里 李千千一直被我绑在椅子上 以至于她披头散发 身上弥漫着一股恶臭味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还记得刚把李千千